十一老师 恭喜获奖 这什么呀 饮食做的 饮食 这种东西 不是应该收藏在博物馆吗 有收藏就有买卖嘛 还能卖啊 怎么卖 称重吗 陨石一般都是以类别 或者存食量来计算的 石陨石是最常见的 更有价值的还有 铁陨石 玻璃陨石 月球陨石 火星陨石 钻石陨石 都是论客买的 如果木鸡陨落的陨石 那价值会更高 谢谢科普 谢谢礼物 这个不贵吧 我想每天带着 怕太贵了 不敢带 一点都不贵 好 那为了庆祝你获奖 我请你吃饭 走吧 谢谢 这一次用了三十八分钟 所以她习惯的洗澡时间 应该是二十五到三十八分钟之间 年轻人谈恋爱 喜欢远距离观察 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下 她的生活习惯 毕竟以后要一起生活 起居生活了解清楚了 有意与两个人相处 减少菠菜 其实你是舍不得走 在这儿聊不上去 走吧 去研究所 她为什么要送你陨石手表呀 她为什么要送你陨石手表呀 嗯 好像和过去的工作有关 有纪念意义吧 不知道防不防水 我只想知道 有辐射吗 送给我的应该没有吧 看我干什么 没意思 睡觉去 哎 老师 今晚不约会啊 结束了 结束了 老师今天不需要留宿的吗 不需要啊 您不会要告诉我 您每次都是把女朋友送到家 然后礼貌道别吧 差不多吧 好 君子啊 什么君子呀 那是因为 他们两个刚在一起没多久 还没到留宿的程度呢 老师我错了 葛老师 我们先回宿舍了啊 坐坐 快坐 有魂师娘的意见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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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